46. 法制晚報 冊單可恨超八成網友增上當 2015年7月27日今日聲音A 02. 謝家樂法制晚報新京報今日報導 記者近日惡底發現,一家宣稱不用找貨源、倉庫、 不用操心物流售後,就可以搭建網絡雙城的公司 通過固定話術忽由創業者加盟,公司後台再為加盟者刷單 引有加盟者繼續交錢升級,在創業者支付數千元至十幾萬元技術服務費後 發現貨物銷售不動,前期投入打了水票 而近年來,關於網絡刷單導致消費者受騙上當 前財兩空的事情並不少見,網店刷單行為迷下巨大禍根 讓消費者和平台加盟雙方利益受損,嚴重破壞了互聯網經濟的有罪發展 發晚記者重新浪、守湖等網站收集了500名網友看法 有80.2%的網友表示增遭遇過消費欺詐 13.4%的網友因網求刷單兼即被騙 幻有6.4%網友遭遇過加盟騙局 對於消費者一方來說,五成多網友認為要擦兩眼睛 設物因貪小利而栽根頭 幻有近一半網友認為,網購平台應加強監管力度 嚴查運營漏洞 文記者謝家樂